各位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明镜电视全球新闻链报 欧盟从19号周六开始对中国电动自行车征收反倾销和反补贴关税 以限制中国电动自行车低价进口 欧洲生产商表示 中国政府对电动自行车提供不公平补贴 造成大量廉价的轻便交通工具涌入欧洲市场 调查结果显示 从2014年到2017年9月 欧盟进口的中国电动自行车数量增长超过两倍 市场份额飙升到35% 不过平均价格却下降了11% 对于欧盟的决定 欧洲自行车生产商表示欢迎 认为这将会对欧盟的800家中小企业有利 美国华盛顿美国企业研究所近期发表报告 显示2018年中国在世界各地的投资大幅下降 其中以国有企业下降最为明显 美国企业研究所在报告中指出 2018年中国对外投资的交易数量比2017年略为下降 而交易额更呈现明显下降 在各个投资领域中 以能源、金属和交通项目吸引最多投资 在国际方面 有越来越多国家开始怀疑中国对外投资和建设的目的 或者因为对不公平的贸易关系感到失望 让一些国家对中国投资感到警觉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时期喝到天津口茶当地的学商科技领域中心 呼吁地方要着重创新发展 新华社报导 习近平在考察中关村协同创新展示中心后指出 中国转向高质量发展要靠自主创新 政府会研究各种政策打造环境 以便让有创新梦想的人能够圆梦 另外2018年 美中两国在科技领域针锋相对 让中国国内企业开始反思 要增进创新能力 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企业协会近日公布 失联私募机构最新情况 总共有39家 部分私募机构在之前已经被爆出有问题 甚至有实职管理人直接失联 业内人士就指出 由于中国经济下行风险增加 去杠杆化和金融金管政策区域严格等等因素 2018年来 私募机构失联 违约甚至管理阶层直接失踪的情况相当不偏 私募排排网研究员刘友华就表示 2018年以来 从基金业协会资料来看 确实有不少失联私募业者 而且数量比过去几年多上许多 基本上以私募股权管理人为主 为了有效防堵诈骗案件不断发生 中国各省市相继成立反诈骗中心 专门处理电信诈骗案 深圳反诈骗中心主任王征图表示 目前在中国贩售自己的银行卡的行为 处在法律真空地带 为了应付这个现象 深圳市反诈骗中心和银监局进行合作 运用大数据技术在深圳地区建立高危险人员 动态监管库俗称污水池 所有登记位置不明确 手机号码没有实名登记的高危险人员 都会被纳入污水池系统 五年之内没有涉案才可以从中除名 随着中国经济实力越来越强 民众的财力也跟着水涨船高 根据一项调查显示 中国城市每户家庭平均资产从2011年的97万元人民币 上升到2017年的161.7万元人民币 不过有专家认为 中国家庭的理财方式太偏重房地产相当不健康 广发银行和西南财经大学 最近发布2018年中国城市家庭财富健康报告 显示中国城市家庭资产规模快速成长 不过财富管理整体处于亚健康状态 特别是房地产投资比重过重 同时流动性不足 只重视短期效益 缺乏长期规划 朱军性骚扰案最新进展 当是女生发声 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新闻时事报 1月18号控告朱军性骚扰的女生贤子 发文公布了起诉朱军人格权案的停前会议结果 北京海淀法院驳回了朱军方面要求终止审理 或者将此案与名誉权案合并审理的要求 原告贤子拿到了四年前的报案卷宗 并下法院提交了将本案案由改为性骚扰损害责任纠纷 并要求对双方进行测谎这两份申请 随后当时女生贤子在其微博当中发文表示 感谢律师 去年7月26号 朱军被网友爆料曾猥亵女实习生 该网友贴出的长文当中 女生自曝当时朱军在化妆室隔着衣服猥亵她 幸亏有人进来才被中断 随后女生报警 但是此事还是不了了之 随后王志文 罗昌平等网络大V纷纷转发了此消息 好了 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新闻时事报 川普表态很可能会同中国达成协议 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新闻时事报 美国总统川普1月19号再一次对美中两国达成贸易协议 表示乐观 称美国同中国的贸易协议谈判正在取得进展 但是在另外一个方面 否认他正在考虑解除对中国产品加征的关税 川普说中国贸易方面的进展非常顺利 他还表示说 注意到了有虚假的报道说 美国对中国产品加征的关税将被解除 川普说 如果我们达成了协议 当然我们不会制裁 但是如果我们没有达成协议 制裁仍会继续 此前白宫首席经济顾问库德洛 也在白宫外接受媒体访问时表示 美中贸易谈判进展顺利 18号 美国三大股指 因投资人受美中贸易谈判 可能取得进展的鼓而大涨 另外据美国之音的报道说 中国负责谈判的副总理刘鹤 1月30号将访问华盛顿 展开与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 为期两天的谈判 届时人们将倍加的关注 两国能否就结束贸易战 达成共识 好了 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新闻时事报 80万联邦雇员没有工资 华盛顿开免费食堂 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新闻时事报 美国国会与白宫之间的分歧 依然没有出路 美国部分联邦机构停摆 已经进入了第五周 有将近80万的联邦雇员 也仍然没有得到知心 由于没有工资 部分联邦雇员的生活出现困难 人道机构开始介入 据法管的报道说 一个名为世界厨房的人道组织 在华盛顿中心区域 为联邦雇员开设了一个免费的食堂 一位名叫安妮的联邦女雇员说 应其所服务的美国联邦机构的要求 已经重返了工作岗位 但是还是没有得到知心 另外一位美国联邦女雇员索尼亚说 她甚至找不到如何来形容 她非常的愤怒 她气愤的说 如果某人的金钱被剥夺 她可能就能够理解这种感受了 据报的人道救援组织 世界厨房为美国联邦雇员 每天提供5000份用餐 面对预算谈判停滞不前 世界厨房有意在美国其他的城市 也开设免费食堂 这一组织创始人表示 这是在提供紧急的人道救援 好了 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新闻实时报 墨西哥油管大爆炸 已知66人丧生 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新闻实时报 墨西哥伊达尔哥州一条输油管道发生爆炸 导致至少66人丧生 76人受伤 遇难者显然曾试图从漏油的管道 私自的取油酿成了大货 据当地媒体的报道说 爆炸发生在伊达尔哥州 特拉维利尔潘市的图拉练武场附近 事发时现场有数百人 根据报道说 此前有人发现了输油管的裂口 消息传出附近的居民不断赶来 试图用塑料桶和油罐来取油 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了爆炸 现在还不清楚 爆炸地点一片狼藉 安全救援人员已经封锁了相关的地区 墨西哥总统阿布拉多尔呼吁 向涉事地区的人提供帮助 据报道 去年12月底开始 墨西哥总统阿布拉多尔要求采取措施 打击燃油偷窃行为 并指令关闭了若干的管线 根据最新的规定 燃油均有有护卫的运油车来运送 数个星期以来 这一措施导致在这个拉美国家的加油站 出现了等待加油的长长车队 好了 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新闻时事报 北京香山金吴代坟墓确认是墨 隐于山中是生前夙愿 2019年第一期世纪杂志刊登的燕京人中超级谜团金吴代一文 确认这位世界情报史上的传奇间谍的坟墓 就是在北京香山的玉皇顶 坟墓名文清晰可见 为京士之女美食和儿子巨石鹿石锁利 此文作者前江的父亲与金吴代是燕京大学的同学 他通过采访当年父亲和金吴代的同班同学和大学的校友 并实地探访 确认了金吴代香山坟墓 并为各界复原出更为真实和饱满的金吴代形象 很多人知道金吴代埋在美国旧金山的奥塔玛哈墓园 他的夫人周锦瑜曾完整的祭奏 他每年都到这里来祭奠 那金的墓碑又怎么会出现在北京呢 钱江最初在网上看到了相关的传闻之后 先是请有人查证 后来得到了确实的信息之后 又亲自前往证实 果然在香山的玉皇顶一带的一处果林里面 找到了金吴代的墓碑 此处并非是公众的墓园 至于园中的一个小小的基督徒的墓地 墓碑高1.1米左右 宽约50厘米厚约20厘米 碑上的主体文字刻着 先赴金吴代之墓 墓碑的右上方刻着 碑主的生畜年1922到1986 墓碑的左下方刻着三位立碑人的名字 分别是女、美食、子、巨石、鹿石 对照周锦于回忆录这三个名字都是准确的 前江一行是清明节后一周来到这里 墓碑下有七树鲜花还是鲜亮的 他猜测应该是清明节期间陷到这里的 在金吴代墓碑的右侧三米左右 还有一方小的石碑 形质稍微小一些 是金吴代父母三人的墓碑 两碑相比父母之碑的碑台较矮 几乎与地表齐平 石碑中心的位置刻着名字都是准确的 观察石碑应该是同一时期所立在这里的 那么怎么会将石碑立在这个地方呢 以寻常的做法 墓碑应该安放在墓园里面 而非果园之内 立碑处恰好是香山碧云寺和卧佛寺之间 如此不同寻常此中必有故事 询问园中的果农和园中的守门人 皆不知道 后来经过前江的多方证实 金吴代在燕京大学求学的形象 逐渐的饱满了起来 虽然金的墓碑为何会出现在香山 还没有一个权威的说法 但是前江认为金吴代墓碑坐落在香山 事出有因 他在1986年2月20号 给夫人周锦瑜的最后一封书信当中写道 青年时 他曾在香山某处的居所看到一幅字典 山中不知岁月 世上哪有神仙 他写道 莫非就是应了这句话 香山之中才有金吴代墓碑吗 金吴代在给夫人的信中曾说 她的经历可以演成电视连续剧 也可以是像飘一样大场面的大型电影 然而他的夫人却写道 吴代的一生将永不会为人知晓 他留在人间的只是支离破碎的片段 像一本残缺不全的书 一首字迹为泪水尽尸而模糊不清的诗 那么接下来再来关注一下明镜电视 早些时候为您带来的一则明镜人物 国与国之间的竞争博弈 在其中扮演关键角色的 不只是台面上的政府官员 在台面下多的是你我不知道的间谍活动 被外界称为中共王牌间谍的金吴代 过去在美国政府埋伏30多年 时间之长可以说是空前绝后 金吴代不只把大量的美军情报资料 转交到中共高层手上 更在退休之后还在美国CIA担任顾问工作 直到中共安全部北美情报司司长 于强生向美国投诚 金吴代才被美国联邦调查局逮捕 1986年2月美国法院陪审团裁定 针对金吴代的6项间谍罪 还有11项诈欺罪 总共17项罪名成立 1986年2月21号 在美国维吉尼亚监狱里面 金吴代用一个装垃圾的塑胶袋套着头 并且用一根鞋带扎紧 结束自己的生命 被葬在美国旧间山奥塔玛哈墓园里 有关这位世纪间谍的资料 以上不多 不过人民日报旗下的海外网 18号刊登的文章 让金吴代的传奇生命更加立体 文章的作者钱江写道 金吴代是他的父亲 钱新坡的大学同学 就读燕金大学新闻系 从在校的资料来看 金吴代是在1940年 考入燕金大学的新闻系学生 习惯在广东南海 而他的弟弟金吴交 也是燕金大学学生 就读经济系 毕业之后到中国银行工作 根据金吴代的妻子 周景宇写的回忆录中谈到 金吴代自称是努尔哈赤的后裔 祖上作为清军议员入官 康熙年间金吴代的祖上 奉命到广东镇守边关 落户南海 所以金吴代才会自称 祖籍在广东南海 金吴代有一个英文名字 叫做Larry 是在1922年8月17号 出生在北京 之后考上燕金大学新闻系 金吴代对燕金大学 有深厚的情感 他曾经在1985年 写给他妻子的信中提到 燕大给他一身受用不尽的知识和教育 没有燕大的给予 他将一事无成 有趣的是海外网文章作者 钱江查阅燕金大学毕业生名录 却在1945年到1948年这四年间都没有发现金吴代的名字 钱江认为有关金吴代的大学毕业时间记载存有一律 根据金吴代的妻子周景宇回忆 金吴代在燕金大学就读时为了把握学习时间不参加课外活动 只专心在学业 金吴代在监狱中写给周景宇的家书也提到 除了读书和打工之外 他几乎什么活动都不参加 周景宇写到1943年金吴代到成都燕大继续念书 不过这时候父亲已经过世 家境大不如前 日子相当不好过 而金吴代在读完大学课程之后 英国军事代表团正在招聘翻译人员 金吴代被录取之后被派到广东 一年之后抗战胜利 考取福建广播电台担任播音员 1947年之后 他开始进入联合国救济总署工作 最后便从事与美国领事馆相关的工作 一直到金吴代到美国 进入美国中央情报局系统工作 直到退休 钱江在文章中除了提到自己的父亲 钱星颇对金吴代的印象之外 还探访了另外三位金吴代的大学同学 其中就提到金吴代看起来很土 几乎都是穿着长袍大褂还有布鞋 似乎在同学眼里金吴代看起来有些寒酸 不过接触之后 就发现他的英文很好 思想进步 相当爱国 另外同学还回忆 金吴代是在1940年考入燕京大学 不过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 金吴代没有马上到燕大副校上课 而是在1943年抵达成都燕大继续就读 并且在到达成都燕大之后 金吴代立即恢复了过去在校内团契的活动 金吴代拥有一副好歌喉 在团契里的圣歌也相当熟悉 后来团契也渐渐唱起了一些抗日根据地的革命歌曲 金吴代在美国政府潜伏30多年之久 他的经历也成为传奇 而根据他的口述资料曝光 也更让人了解这个神秘的世纪间谍 欢迎收看明镜人物 陕西前省委书记赵振勇落马了 这意味着无了十多年的秦岭违建别墅事件 和千亿矿产案正在揭盖 现在一大焦点就是 贯穿千亿矿产案的始终 来历神秘又左右逢源的大陆产港商刘娟 究竟是谁 他背后还站着谁 有分析直接点出 刘娟是千亿矿产案乃至陕西政坛弊案的关键所在 也是揭开这场谜举的核心人物 由陕西省政府打资源下海打拼 到坐拥价值上千亿元的煤矿 刘娟只用了14年的时间 他到底什么背景 千亿矿产案的案情已经清晰 就是陕西陕西刊院将波罗景田矿区一女二嫁 在于赵发起的凯奇莱公司已签署合同后 又与香港一页签订合作勘查合同 西刊院的毁约将赵发起逼上法庭 自此二者纠纷长达12年 而香港一页的老板正是刘娟 综合国内媒体报道 刘娟生于1960年 相处的同学称她漂亮 进取做事周到 17岁中学毕业后 刘娟进入安康文工团工作 其父亲刘鹏是原安康地区平立县县委书记 担任陕西省科协秘书长 两年后 刘娟掉入陕西省农业机械化领导小组办公室 22岁时 刘娟辞掉工作 进入陕西电视大学中文系锦绣学习三年 后来又往深圳经贸大学 涉外经济法律系学习 拿到本科文凭 1990年 刘娟毕业进入陕西省政府任打资源 期间 刘娟和赵大兴结婚 赵大兴毕业于西北大学中文系 承认省政府直属机关党委副书记 1989年7月起出任燕塔区副区长 直至2000年 出任西安高新区燕塔科技产业员下属的西安新科集团总经理 在该区任职时间长达11年 此后他赴北京调任中国创片总公司总经理 党委副书记 书记 不久与刘娟离婚 两人离婚原因不明 一位于上世纪90年代中期 与刘娟打过交道的人士透露 去香港前后 刘娟在西安开过游戏厅 游戏厅位于燕塔区小债商业大厦地下一层 全部都是上分压宝的那种机器 在当时能开这样的游戏厅 需要在公安系统有过硬的关系 从事两年打资源工作后 刘娟再度辞职 于1993年远赴香港成立香港一业有限公司 如此巨大转变 原因为何不得而知 不过赴港次年 刘娟即以港商身份回到西安 并开始大手笔的投资 没人能说清刘娟是如何在短短一年时间 拥有的不菲身价 她在西安的投资聚焦旅游地产 开发建设了西安新时代广场 西安一业国际广场 泰性生态农庄等项目 1996年 刘娟成立一业投资有限公司 连接海外资本市场与中国内地产业 从香港回来不过两年时间 刘娟手中便积累了惊人的财富 1997年 仅在西安太丰城市信用社 香港一业的账面存款就超过2000万人民币 完成了原始积累后 刘娟一路腾挪 成为运作资本的高手 先后拥有陕西一业投资有限公司 陕西中华一业能源投资有限公司 陕西中华一业能源有限公司 北京中海海洋花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西安新时代置业有限公司 西安一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等11家公司 进入21世纪以来 陕西的煤炭产业大跃进大爆发 当造发起的凯奇莱公司 勘探出波罗景田下 买藏着21顿粮值煤食 刘娟闻风而至并轻易就虎口夺食 此后围绕波罗景田产权纠纷 共出现香港一业 中华一业和陕西一业三个一业 背后的关键人都是刘娟 这三家注册资金少则千万 多则两亿元的企业 其2007、2008、2009 三年的纳税额总计不到16万元 在刘娟介入后 造发起的公司被踢出 2007年6月5日 中华一业煤化工专案开工 典礼 中国全国政协原副主席胡启力 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 原部长郑思琳 陕西省委常委副省长洪峰 国家煤炭部原部长张宝明 省政协副主席张宝庆等出席 而在典礼的6个月之前 刘娟还以陕西省政协常委 25位港澳侨委员之一的身份 在两会期间参加了与陕西高层的会见 和刘娟快速增长的财富一样 围绕在刘娟身上的谜团也越来越多 但她似乎安之若素 多年来媒体轮番报道披露 相关的官员一个接一个落马 但她始终窥然不动 2019年1月15日 陕西省原省委书记赵振勇落马 有中国媒体联系到赵发琪 谈及刘娟的来路时 赵发琪称 刘娟不是赵振勇的女朋友 刘娟是 媒体此处隐去的应当不是任何 目前公开报道中有关刘娟的资料 那么刘娟究竟是谁 连赵振勇这样的正部级高官都落马了 她还能不为所动 2018年12月28日 千亿矿场案正在舆论场中鼓噪盛烈 刘娟忽然现身人民网 专访视频显示 刘娟目前的身份已经是广西政协常委 同时也是香港义工联盟常委副主席 香港各界文化处进会常委副会长 刘娟在视频中说 作为香港的永久居民 要热爱民族 热爱国家 以上是孙云山为您带来的明镜人物 感谢收看明镜电视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明镜人物 习近平说过 我个人有个习惯 就是不说则已 说了就要过问到底 否则说的话就是废话 不如不说 这次习近平和陕西地方诸侯 经过先后六次过问 再过问的角力后 目前已拿下前省委书记赵振勇等四名高官 暂时领先 一座秦岭山半部中国史 秦岭被称为中国的龙脉 针对秦岭北路西安境内圈地建别墅问题 习近平先后六次批示指示 早在2014年5月 习近平就批示要求陕西省关注秦岭伟建别墅 时任中共陕西省委书记赵振勇 为在省委常委会上对此批示进行传达学习 也未进行专题研究 只是简单的批示省委督察室会同 中共西安市委尽快查清 向中共中央报送材料 此时时任省长楼勤俭也只是进行了圈阅 同年7月 西安市调查组上报称伟建别墅已彻底查清 共计202栋 随后中共西安市委将202栋的数据 向中共陕西省委汇报 省委未做何时便于8月直接向中央上报 同年10月习近平再次做出批示 赵正永在省委常委会上紧提了原则性要求 要求西安市认真落实 然而不仅202栋别墅整而未至 之后秦岭北路仍然不断出现违规新建别墅达600余栋之多 2018年7月底开始 中国中央派出以中纪委副书记徐令毅为组长的专项整治工作组 都岛陕西省全面整治秦岭伟建别墅 共拆除整治1194栋 央视秦岭整治专题节目播出后 人民日报海外版旗下账号 侠客岛在微博中称 在秦岭伟章别墅拆除问题上 现任省委书记 10任省领导 几任西安书记市长甚至县长都出境做了检讨 但有一个人没有出境 那就是那位10任陕西省委主要领导 10任省委秘书长刘晓燕在节目中 也把责任推给了10任陕西省委主要领导赵正勇 卸任陕西省委书记后 赵正勇很少在公开场合露面 实际上千亿矿产案当事人 凯奇来法定代表人赵发起早在2016年11月3日 就实名举报 前后两任陕西省省长省委书记 袁纯青和赵正勇 通过发密函影响最高人民法院 和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办案等手段 操纵司法干预案件执行 在央视秦岭整治专题节目中 共有13名在任离任和落马官员出境 除了中纪委两名在任领导外 其余11名结为陕西官员 上至现任省委书记 下至时任区县县县长 其中魏民州、何鸿星、张永巢 这三人为已落马官员 魏民州受贿1.0978亿元 已被判无期徒刑 何鸿星时任西安市秦岭办主任 曾任西安规划局局长 张永巢时任护县县县长 2018年11月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 山西省纪委监委对二人立案审查 何鸿星说拿了人家的钱 有的时候再去查处好像心里面过意不去 已经走上犯罪的道路了 也就没有再去下决心做这件事情了 一个是没有管好 二是收人钱以后也放松了 张永巢说收了人家的钱就要给人家办事 这就导致了心里明白事情比较难执行下去 最后自己执行的时候就打了折扣 把权力和开发商的利益一旦结合 就把该给人民办事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大事情 搁到一边去了 两人同时提到收别人的钱 到底收了多少呢 有消息证实 何鸿星涉嫌严重违纪违法金额1.4亿元 涉及51个秦岭北路项目 张永巢涉嫌严重违纪违法金额2930万元 涉及13个秦岭北路项目 还有一位没入境的田某生 涉嫌严重违纪违法金额1.1亿元 涉及18个秦岭北路项目 有关部门正在对这些线索进行核实 一旦核实无误 西安会有三名跟秦岭伟健有关的官员落马 晋升贪腐议员俱乐部 受访中眼泪汪汪的张永巢 据说进去以后变得多愁善感 爱动感情 更重要的是记性还特别好 目前已回忆起将近200名 跟他有利益往来的人员名单 据统计 2014年2月19日陕西落马的首虎算起 将近五年的时间里 包括孙清云、魏民州、冯新住在内 陕西已经有五名省部级官员落马 赵正永是第六个 已经落马的五名陕西省部级官员 不全是因为秦岭伟健 但正是因为秦岭伟健 打翻了官场的潘多拉盒子 民间对陕西政坛地震也开始给予高度关注 赵正永1951年3月出生 安徽马鞍山人 1968年11月参加工作 1973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原中南矿野学院材料系毕业 中共中央党校研究生学历 中共第18届中央委员 曾任中共陕西省委书记 陕西省人大常委会主任 陕西省省长 第12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内务司法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等职务 2001年6月 赵正永离开加强安徽 调任中共陕西省委常委 省政法委书记 2005年1月起 还兼任陕西省副省长党组副书记 2010年6月 在袁纯青调山西省任之后 赵正永出任陕西省委副书记 陕西省代理省长 2011年1月出任省长职务 2012年11月 在中共十八大上首次当选中央委员 次月十八日 接任陕西省委书记 并不再担任省长职务 2013年1月起 兼任陕西省人大常委会主任 2016年4月离开陕西 出任第12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内务司法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此次赵正永落马 有分析指出 当时和赵正永搭班的陕西省长 县江苏省委书记楼勤俭 预计也将受到处分 更为关键的是 翻看赵正永简历 不难看出他主政陕西 是接的县中纪委书记赵乐际的班 秦令别墅问题冰冻三池 非一日之功 抓了赵正永 会不会殃及赵乐际 并不好说 或许赵乐际在中纪委书记的任上 可以掌控案情 有效切割 能把大事化小 但查处当年自己主政过的地方高官的案件 是否有避嫌压力 避嫌会不会导致意外 都有待进一步观察 以上是木子为您播报 谢谢您的收看 辽宁大连法院快速重审 并加重判处被控走私毒品的 加拿大人谢伦伯格死刑 引起争议 美国之音日前电话采访的出庭 代理谢伦伯格的辩护人 北京莫绍平律师事务所的张东硕律师 张东硕表示 没有任何证据能证明 谢伦伯格和这个案子被抓的和没被抓的毒贩 有经济往来 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这点 东方卫视主办的东方网 引述了加拿大环球邮报的报道说 控方提交的证据证明 谢伦伯格与其他毒贩 有银行转账的记录 有经济往来 但是张东硕向加拿大环球邮报求证了 报道不是这样写的 这是中方在翻译过程中的错误 或者叫误导 没有任何证据 能够证明谢伦伯格与本案中的其他毒贩 有银行转账和经济往来 而且控方也没有提供任何证据 证明谢伦伯格与其他毒贩有经济往来 这个东西就没有 张东硕律师还对美国之音的记者 提到本案的几大特殊之处 首先这个案件是上诉案件 一审判了15年有期徒刑 这种案件一般来说 二审不开庭审理 开庭审理一个判决15年的上诉案件 是个特殊情况 这是第一 第二 控方检察官在一审开庭期间 直接指出说 现在有新的犯罪事实正在侦查 可能证明谢伦伯格从事有组织的 国际贩毒行动 可是谢伦伯格被抓是2014年12月的事情了 也就是说公诉提出这个事情就已经是4年之后的事情 公诉机关说的这个新的犯罪事实 是谢伦伯格4年之前做的事 那么谢伦伯格案第一次开庭审理事件是2016年3月份 那时候据他被抓已经一年多的时间了 那个时候应该说经过一年多的侦查 谢伦伯格所从事的犯罪活动都已经侦查的差不多了 已经很清楚了 但是那个时候都没有提出谢伦伯格从事有组织的国际犯罪活动 反而是在4年之后的今天提出这个问题 应该说是特殊的 不是很正常 再往后呢 就是发回重审 发回重审之后 马上公诉机关就补充了起诉新的犯罪事实 然后在谢伦伯格拿到补充起诉书之后的11天 马上就开庭 这个过程太快了 不符合一个普通的情况 也就是说特殊的情况了 当然最后开庭一个小时之后 马上宣判了 而且就是死刑立即执行 这也是非常特殊的 一般情况下对死刑案件是很慎重的 他需要反复的考虑 反复的评议 反复的讨论 才能最后做出一个死刑立即执行的判决 但是一个小时之后就做出的判决 确实是不普通的 确实是特殊的 谢伦伯格听到这个判决后 只是说我不同意这个判决结果 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平静的 他对这个结果心里有一定预期 张东硕律师说 我没有给他很详细的解释 他的案件和所谓的国际关系联系 我只是告诉他 在你的案件上诉期间外面发生了什么事情 没有把这两件事情联系在一起 但是我给他分析说 通过我对这个案件本身的法律问题的专业判断 控方这样指控你 从事了有组织的国际贩毒活动 而且这么快就要补充起诉 这么快法院就受理 可能很快就要开庭审理 这些信号都显示出你的案件 很可能会被加重处罚 我做出这个判断 不是基于外部的国际环境 而是基于我对这个案件本身 以及对中国法律程序的了解和经验 张东硕说 在监狱里面 谢伦伯格身体状况比较一般 不能说好也不能说坏 他的生活条件也是很普通 他像普通被关押的人一样对待 跟普通中国囚犯关在一起 和中国囚犯关在一起 存在语言上的障碍 因为谢伦伯格不懂中文 中国人在里面也不太会说英文 但是他们有时候也能简单交流吧 张东硕补充说 实际上是和很多囚犯关在一起的 中国的看守所的条件不是很好 一个屋子里有很多人关在一起 据张东硕所知 谢伦伯格在里面没有被虐待 或者被同劳犯人殴打辱骂 他也从来没有提及发生过这样的事情 张东硕说 我想可能交流不是很畅通 所以如果有可能他也听不懂 因为他从来没跟我说过这种情况 张东硕说 到目前为止 他对这个案件所做的预测 与提出的观点都是基于事实以及法律 作为辩护律师 他不好把他这个案件的结果 和近期发生的国际热点事件联系在一起 只能就这个案件本身谈看法 我事先做出了可能会做死刑判决的预测 同时也向谢伦伯格详细阐述了辩护观点 谢伦伯格也同意 所以在接下来上诉案件的审理过程中 仍然会坚持主要的辩护观点 以上是木子为您播报 谢谢您的收看 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收看这一节明镜连线 我是维仁 中美贸易战3月1号的期限就快要到了 中美现在都力图在3月1号截止日前 解决纷争达成中美贸易协议 否则从3月2号0.01时开始 美国针对2000亿美元中国进口商品的关税税率 将从现在的10%要升至25% 华尔街日报日前指出 美国官员正在讨论要取消对中国进口商品加征的关税 但是美国财务部否认了这个消息 周四的时候知情人士表示 财政部长姆努钦提议 取消目前对中国加征的全部或是部分关税 目标就是要推动中美两国贸易谈判 并且获得中国对长期改革的首肯 另外川普的顾问Kushner 他也表达了支持取消至少部分关税的想法 但涉及的规模没有像姆努钦提议的这么大 根据华尔街日报报导 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 却是一直反对这个想法 而且一直没有将这个提议交给川普总统 他的担心是任何的让步都可能会被视为是示弱的表现 据彭博社的报导则是不一样的 他们说美国财政部发言人否认了华尔街日报的消息 表示姆努钦和莱特希泽都没有就关税 与中国谈判的任何其他问题 提出过任何的建议 发言人还说与中国的谈判其实还没有结束 我们今天在节目中也邀请到了 新闻观察员何平先生 何先生您好 您好您好 所以目前有两个主要的说法 第一个就是目前美国他们其实是处于上风的 应该趁这个时间点再趁盛追击 根据这个看法这个说法您自己是怎么解读的呢 我不管这个华尔街日报的消息是不是准确的 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 美国的内部怎么去面对中国的贸易谈判里面各种问题 从一开始就成了一个分歧 而且这种分歧也是很正常的 有人主张温和一点 有人主张激进一点 但是事情经过几个月以后 有一点越来越清楚了 就是急于达成协议的 无情形是指使中国 中国当然非常希望能够抵抿贸易战争 因为中国的经济周期率的影响 中国自己经济本身结构性的问题 加上过去几年以来在政治上固域的意识形态化 很多方面都对中国的经济产生了非常大的伤害 在这种情况之下 他们当然要避免贸易战争 进一步对中国的经济性的打击 所以中国在这个情况之下 走出样步是必然的 但是从几个月以来 我一直有一种看法是跟很多观察家不一样 那就是我认为美国也是要急于达成协议 美国达成协议的一个 急于达成协议的一个语言就是 川普总统是一个经济总统 他喜欢把经济的高速的增长 把股票的持续的上涨 把就业率的情况的很好 这种情况跟他的政绩的连接在一起 川普的这个低税的制度 固然是对这个华尔街的经济是起了很好的刺激性的作用 但是要向一个经济维持一种长期的运行下去 那光是靠减税是不足以的 它是一个长期经济运行的一种结果 而根据这种长期运行的结果的话 美国的股市已经到 进入了一种可能进入形式的一个阶段 过上去年的年底出现了 股市的大幅度的动荡 这使得川普觉得比较恐怖起来 虽然现在夜会有所反弹 现在情况很不错 但是美国整体的经济并不像大家讲的那么好 那么给予相应经济的力量 来支撑他的执政的力量 川普来讲 他不想让中文贸易的协议不成功 来伤害到股市经济 所以他也想给予达成 所以在中国阻止让步的时候 美国也会阻止让步 所以华尔街日报的这种报道 在我看起来未必一定需要马上执行 比如说现在需要取消中国的商品的税 因为达成协议已经只有一个多月时间了 又用不着急忙忙的 一定在这个时候抛出一个减税 或者是取消在中国征税的这么一个措施 我只是说从整体来讲 我的这种观察 最近一段时间华尔街应该是越来越认同 或者说已经成为华尔街的共识 也就是中美关系 中国和美国双方都急于在这个协议中间 要再整大量协议 可以说是志在必得 现在所需要的是各自给各自的面子 也各自让各自有承受的能力来达成协议 是 所以其实大家都认为 是双方他们都是有彼此把柄在手上 所以他们双方当然是很急于 在3月1号之前都要达成协议 那刚您也说到了 川普他是一个经济总统 他的主要的强牌就是 在他上任之后 经济是不断的复苏越来越好 而且的就业率是越来越高 不过过去这几个月 刚刚您也说到1月虽然是有些复苏 不过股市的确过去这几个月是十分惨淡的 而且目前还有通俄门的 等于是一个乌云笼罩在川普的头上 还有他目前的民调 其实是过去这几个月来创是一个新低 所以您认为在这样子猪斑压力之下 是不是也会逼使川普在这次谈判当中 做出更多的让步呢 美国的经济进入了某一种周期的这种变化 这种周期的变化 如果按照正常的运行的话呢 应该开始在1月份结束以后 2月份可能就进入一个形式 那么尤其是如果2月份不进入的话 下半年会表现某一种疲倦的状况出来 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 除了你刚才讲的通俄门 现在不够确定 那么还有另外一个因素 就是政府的关门 政府的这个关门呢 现在最开始看起来像一个儿戏 而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个真实性的商费 很有可能呢 使美国的经济的进一步下滑 今天呢 这个联署会的好像纽约的分行吧 一个管理者 分行的执行者吧 还是一个什么系统啊 一个重要的华业界人士 他今天就说呢 美国的GDP可能会下调100个点 那么一个百分点 那么美国的经济是 一般来讲是三个百分点 如果下降这个一个百分点 那在美国的经济是一个 非常糟糕的一个指标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美国就显得更加急迫 来去跟中国达成协议 所以有一些这个强 很强的这个清单 那么大部分的 我觉得都会满足这个美国的要求 比如说打成贸易的这个 这个关系的平衡 这个关系的平衡 对于中国来讲 无论不是购买一些美国的物资而已 关键的分析就在于 什么时间来完成它 美国是希望能够两年 能够达成这个贸易平衡 实行这个没有税的这个问题 那么中国呢 就不可能在两年之内达成它 中国体制的是六年 也就是如果川普总统 能够在下一任 继续能够成为美国总统 在他的任期的目期呢 基本上就会达到川普的这个要求 就是两国之间没有这个贸易的这个逆差的这个问题 现在在这个时间上面呢 真的呢 我认为都是一个好办的事情 而且呢 在其他的问题方面呢 都可以用一些光明堂皇的语言来描述 比如说结构性的调整 那当然中国是打击了这个盗版了 中国也成立了支持产生局了 中国也鼓励和开放了某一些对外上投资的这个 更宽阔的这个条款了 所以结构性的这种认定呢 不可能完全达到美国所预体的这个目标 但是呢 中美之间可以找到一种描述性的语言呢 让双方都可以满意 至少让老百姓感觉到 哎 川普也打赢了一仗 打仗并不等于你可以实行所有的目标 但是你能够实行大部分目标 就当然是赢了 从这个意义来讲 中美贸易谈判 我认为川普当然是个赢家 但是呢 习近平呢 也不是一个输家 习近平通过这样一种方式呢 梳理了一下中国警戒本身的一些问题 同时呢 也避免了一场中国经济 由于美国的贸易这个战争 更大的一个打击 所以从这个意义来讲呢 习近平也不是输家 甚至可以说是赢家 所以我相信呢 到3月1号之前 那么两国的元首 有可能都声称呢 在这个会结束这个贸易战争 但是事实上是不可能的 中美之间的贸易纠纷 中美之间的这个贸易战争 将会非常长的时间 所以在阿根廷会议之后 提出了所谓的90天的大限之说 有一个限期 在我看起来 90天根本不是限期 也不可能在90天这个时间之内 双美两国之间的贸易问题 就以哪都全部解决 不可能 是那您说到了 这个3月1号 他们也许会达成一个协议 不过这个中美贸易战要结束呢 其实是不可能在3月1号的时候 以这个协议作为一个句号的 不过说回到3月1号 目前也有说法是说 川普和习近平 他们两个人在3月1号会会面 目前您这样看这个目前趋势看下来 其中一个在这当中一个很重要的棋子 就是孟晚舟 您觉得这个问题是不是会在他们的这个谈判当中也被提出来呢 习近平和川普2月份的这个见面 习近平希望川普2月份的访华 这是我送给你的一个大新闻 或者说是一个独家新闻 到之前为止 应该是没有任何的中英文的媒体 披露了这种可能性 而根据我的了解和情况的这个大概的分析 我觉得川普大概在2月底访问中国的可能性是相当大的 因为2月底如果川普和金正恩在这个越南近平的话 那顺道就对中国进行一个工作室的访问 是一个比较合理的这个时间 那么我前面讲了 在中美的这个贸易的大部分的清单方面呢 双方都可以达成共识 在某一些个产生不可能达成共识的这种情况之下呢 双方可以找到一个光明堂房的 双方都可以来隔自 绝对保住了自己利益的这么一种说法 那么这个所以呢 为了一段时间刘鹤到美国来 或者是谁又去中国 这些东西都是一些进行一些技术性的一些讨论 或者是最好的磋商 那么最后呢 是由两国元首在某一个适当的机会 如果能够让两国元首拿到这个胜利的股市 那么呢最好的方式 习近平当然是希望呢 川普能够在2月底 在他和金正恩见面前后 能够呢 访问中国 那么现在美国方面呢 有一点不太确定的地方 就是说 习近平会不会提出别的要求出来 比如说这个川普曾经讲过 他这个 应习近平的要求 这个宽大处理了中心公司的事情 那么习近平打了个电话 那么他也是说过呢 如果为了国家利益的需要 他可以考虑了干预孟晚舟这个案件 那么因为他有这种说法 所以大家就给予了很多的想象空间 这也给了中国政府的一个机会 现在中国政府对这个孟晚舟女士的被抓事件 表现出非常粗暴 而且是非常高调 而且是非常野蛮的 这么一个对加拿大的一种报复 那么就显示出了 那中共好像要把孟晚舟一顶抢救回去 但是加拿大的独立司法似乎不太可能 引用一种政治压力的干涉 一种压力 如果这样的话 加拿大的整个国家的精神就会丧失 那么加拿大实际上是用美国政府的要求 去逮捕孟晚舟 所以如果有美国政府说我们不逮捕了 请你把它放掉 那么这个当然对于加拿大的司法来讲 就不是一个问题了 加拿大也会解放 那么对美国来讲呢 那就是川普要不要承受一种压力 这个压力就是他以总统之声 来干涉了美国的一个司法的一个调查 但是美国的一个司法调查 在有些情况之下 如果涉及到国际事务 涉及到外交方面呢 那总统确实拥有某一些特权 所以如果是习近平真的提出了孟晚舟事件 我觉得也许川普他真有可能会考虑 因为川普是一个勇敢的总统 很多总统不敢干的事情 他都敢干 所以川普访问中国是有可能性 而习近平一旦提出来孟晚舟事件 川普答应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 是 而接下来这个孟晚舟案呢 2月6号在温哥华又要继续开庭了 这在这个3月1号的期限之前 所以这个当天开庭会怎么样影响到 3月1号之前结束的这个谈判过程 我们相信也是会在这当中会有一些变数的 所以我们也会继续带您关心这一连串的发展 今天也谢谢和平先生 谢谢 谢谢文人 谢谢各位的收看